大家好,今天是6月21号,也是绝缘夫开户的第55天 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做过的吗?痛不欲生 一个是我花了好多时间玩各种游戏 另一个是花了好多钱 这个其实没有花很多,就大概花了一千多一点 玩了三个游戏 一个是战火勋章 战火勋章是什么? 4月初的一个游戏 它是之前,就是我说一直想玩的那个SLG的游戏 然后花了好多好多时间 然后那个充钱感觉好爽 然后我在想之后要给大家玩一次那个 然后另外是我去玩的火影忍者 腾讯那个,就是那个竞技游戏 就特别火那个 然后充了 充了五六百吧,啥也不是 就发现那个游戏为什么能火 就是因为它打架PK特别厉害 你可以去,就是你如果有卡的话 你就可以去跟别人打架,公平对战 3v3,公平对战 你每个人有三张卡可以去PK 像DNF那样子 我就觉得那游戏的话,我好菜啊 这个断维才根本打不上去 然后还有一个游戏呢,就是我在玩的奥特曼的游戏 奥特曼的游戏其实已经 冲了也就冲了100 因为试玩嘛,你不可能不充钱 不充钱试玩的话试玩个屁哦 然后呢就这些游戏花了我这几天时间 搞得我都无心吃饭,无心来上班 然后呢,我的预见日记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自己去看看那个商店的评论 预见日记的评论是越少过那个 凡人修仙传的评论的 就证明凡人修仙传是玩的人比他多很多 预见日记要差一些 然后我们不是打算今天玩那个 奥特曼嘛 但是奥特曼的话 昨天前天大前天都开了一个服 今天偏偏早上没有开,很奇怪 我随时盯着一下 万一开了我就今天下午就给大家播 不行的话就可能要明天了 充的钱都不是真的 笑死了哦 就是什么充的钱都不是真的 这个东西 充的钱不是真的 所以你把你的钱拿来 我们充一下试一下 把你的钱拿来充一下是吧 对,你把你的钱拿给我们充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 我就拿个二维码,你扫码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 然后我玩那些游戏啊 大概就是玩的最深梦死 我就在想啊,SLG的类型的游戏 其实做视频的人很少 万一我们做起来 就有点像斗罗H5当年的一样 你们知道吗 现在要是要出新院是吧 对啊出新院 怎么全部也不能呢 哦,因为我一来 大家觉得小龙黑了是吧 不是,我昨天我每次都被出出新院单 哦,各可 今天赌得来测,我不测 啊,也行也行 大家今天赌得出啊 就是我在想 我要是能把这个侧类型游戏做的 特别有这种科技的效果 有可能就可以读出一句啊 就会非常的厉害 我是这样想 因为我看了他们的一些视频啊 有人做了视频 但是我不太行 所以我是觉得我也许可以搞一搞 就是在想怎么样剪辑啊 挺好的 反正我是觉得 这天没有虚度光阴 搞得我都消瘦了 小龙你这两天有没有虚度光阴 这啥叫虚度光阴 就是玩游戏属于虚度光阴 都播了五小时啊 想玩游戏啊 实际上我想问 那我玩游戏是不是虚度光阴啊 不是,就是你玩游戏算工作 是吧 那就没有 好 什么策略型游戏 就是战火勋章啊 那个游戏的话就是 科技的礼包超级多 每个礼包都告诉你是百分之一千 两千三千的奖励 看人压痒痒 主播可以玩清语诀二吗 这个当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就 有主播玩过 清语诀一和二他都玩了 他还出了视频 但是粉丝没有涨多少 就涨了几千个 不是,你咋回事 怎么不能八万的呀 好,大家都觉得不行 那我来 今天反正我躲进去不成 我抽三天了都没出 先封盘啊 昨天小龙玩破了大房是吧 他那个游戏很有意思的 叫做Only Up 没有,我没破房 只是说游戏电脑破房了 他把电脑砸了 哦,这样子 这个电脑不贵的 你先交十万压机随便你咋 说个五万吧 咱们还不要太黑了 许愿,许愿 那个混沌器 许愿? 混沌器有个游戏人啊 哦,知道了 知道了 万一混沌器出了这个东西是吧 不是,昨天 不可能 我告诉大家 这个推演不出来了 不是每次冬天气那么好啊 哎呀,可以 废了 你这看着这颜色变了 这是蓝色的 没了,没了 颜色变了就没了 哎呀,这样子 这颜色往上走 这是蓝色的 好,这紫色的 好,可以 这个金色的 没了 哎呀 这个要搞吗 不要,没用都没用 啥都感觉没有 小龙昨天那网过了吗 过了,我是神 没了 那能不过吗 最后一次机会啊 好,这个金色的 可以了 难了 允许 哎呀 运气可以了 哎呀,上时 哎呀,没用 不是新军蛋的 对,这个给400赞 这三张卡好难啊 还不能成神吗 成神了呀,已经成了呀 那我们现在 一百进去成神了 有四个成神了 还有两个不够 但是战力没有加很多呀,感觉 不加战力呀,那东西 小心打爆也 走你 哎,不 你还真的能出的 这不就新呢 哎,出啦 没有,我还没搞 万一出了呢 怎么在差了洞那么多 充了钱一笔他差了 呃,他估计高了我们十几万 比我们多充了十几万 明天不是深风导气的活动吗 这个不好说 但是我这抽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一百八 抽了八收,一个新月都没有 东哥现在去玩回去对决了 他回去对决了 他回去对决了先 不知道 我没看成了,谁知道 好像已经出了一百来 一个新月都没出了 咱们直接结算吧 我靠 我家小五 你失败的别人 我靠,一个都不出 在那里有语读吗 在那里有语读吗 小五要不你来吧 最后给你一百抽 你看我小五都忘了抽出来了 我要抽了两个 好歹我抽了两个 这是你最爱的小五啊,快 到你 我咋 等下,他们怪我咋办 回去对决要周年庆了是吧 我们 不方便搞 就是我现在 出一个 出一个 你出一个,直接你自己来 我帮你出一个好吧 是三十八必出一个 OK 还有七十八,你出一个 再出一个 都很了解 啥叫金莫者 是 就说你很黑 你说错了 这是咋错了 十神 还有一个 好,最后 二十周你来 不可能抽两个 二十周没有保抵 这保抵 没有保抵,你就直接出 出没有保抵了 中间来一个 咋可能 那再来十八差不多 你就再来一百发 你能出吗 我们先结算 那不是我能讲 我只抽了一下 我抽了五十发 很抱歉,本来是一万二可以赢 八万一的 差了一点点 都怪小龙太黑了是吧 我们给他拖拿 拖出去拖拿五十大板 他刚刚说再来十抽就可以了 我们给他准备个五十抽 你看能不能抽 我不信 好,你来 哎呀,小龙过来,别过来 直接出来好吧 只是说右边的兄弟多一点 主要是为了 刚才有人说 又赢了六千多 现在怎么赢的 就要怎么还 你看小龙给你十抽 你不容易啊 不太行 那辣毒心 他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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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吃了 啊,你抽的啊 不送我出来 这个不要也罢 不要也罢 不要也罢 要这个垃圾卡干啥 算了 直播玩我的预线日记 预线日记先不考虑 因为我现在脑子里啊 都在想那个战火勋章 BBC家的游戏 怎么玩了 充值没有一点折扣 然后呢 还贼花钱 我在想呢 我要玩个 因为我从来 我告诉大家 我从来没有玩过 那种游戏 就他和帅土之兵 还有三国之战略版 是类似的 然后同样的游戏 还有一个腾讯的 有一个什么红颈 红颈OL还是叫做什么 反正红色警戒 有一个这么东西 然后腾讯出过一个 大概是在半年多以前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 冰火之歌 腾讯也代理了 以前的话是在国外的 有 我就知道这么些游戏 但是我只是了解 我从来没有玩过很深 就是什么 到攻城掠地的时候 我就退了 基本上就玩得很短 我就是做一个老农民 就是去种地 你知道吗 种地流 就是把什么东西都 强化强化 升级升级 然后升完就可以了 然后看升完的这个东西 感觉很满意 然后打架都很少参与 闪烁之光没什么意思 我玩过 我闪烁你还不如玩我们这个 我觉醒 真的 然后像是明天玩的这个 今天或者明天玩的这个 奥特曼OL的话 他真的是玩过的人很多 但是这个游戏 很多人可能刚打开 然后就退了 那个游戏很劝退的 因为他太老了 六年前的游戏 而且他的画质 贼拉比H5 要拉得多 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三公式幻想大陆是吧 那个也是个卡牌 那个游戏 我去看了一下 没有想到他玩的人还是很多 以闪亮之名 说说说那个什么 亮剑 那号主今天他又冲了 五千 两千 两天六 他说出来一个新的卡 叫做老师掌 老师掌比李龙和冯南还要厉害 他就没有忍住就冲了 拉了弄的完了 然后他在各种引诱我 去给他那个耗子 在上面再搞几个老师掌去 再冲点钱 老师掌巨强 勾起了我的好奇 但是我就不动无删 我不去看 我们想搞的游戏太多了 说实在的 就是我 还有一些想了解的游戏 我们之前不是说那个少年三国之二吗 对啊 少年三国之二不是要搞 但是老板都可以接过来了 但是我去问问老板是不是能接到 老板接到的话 估计要等我这个奥特曼结束之后才行 到时候我能给他来一个宣传对吧 把老赵媳妇藏哪了 是吧 送给李龙龙历啊 是吧 那个不用买了是吧 那个红色盒 那个太贵了 对啊好贵啊 不要了 那个你洗了吗 没洗 还有还有几十个呢 好好 少年三国之二跟新斗罗大陆差不多 但是 嗯 他没有到百呀 对吧 一句话就封杀了 新斗罗 少三二的话我知道 但是那个游戏也就是说 你充钱充很多的话会很爽 然后也有人 刚才小姨妈说 少三二现在福利好很多了 是吧 有道理 也有人说你看 陈希说少三二是好玩 但是太客了 那个游戏我告诉大家 你不课金 没什么体验 没太多体验 但是你课金 特多了贼爽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那个小小以国啊 我好想玩那个游戏 老板说只要我想玩那个游戏 今天想玩明天他就可以接过来 然后明天就可以开始玩 但是我没有时间告诉大家 所以现在卡壳最严重的问题 就在于这个视频 我们努玛丽吧 现在一个视频时长也就八分钟吧 八到十分钟 七分钟到十五分钟之内 我们现在几点 早上十一点 还有晚上六点和十点或者九点 好我觉得晚上十点太晚了 剧多不超过九点 就是早上八点一个十二点一个 然后下午四点一个晚上八点一个 好 然后呢我们就跟上进度了 但是其实应该还有一个是我做的 就是到时候其他的游戏的视频 比如说奥特曼的视频是我来搞 应该我来传一个到两个 小小以国和布洛充都差不多 是 但是他的话就是有这么蚂蚁的一个东西 就觉得他的视频很有意思 到底蚂蚁的IP做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视频可以做三到四分钟的是可以做 但是会远离我们的初衷 我们的初衷就是带大家体验 科技大佬的第一身视角 如果说很短很短 可能就没有太多意思了 就是游戏 你只冲钱 冲冲冲光光冲 然后冲完之后 把这些材料一样光光升级升降脸 然后呢 然后真正游戏 你为什么要冲那么多 游戏为什么好玩 你没有回答这个 你只冲钱 这游戏就没有意思了 就像是我们每次玩这个新闻戏 进去啥也不说直接冲值 你都没有遇到关卡 都没有说打不过去 然后你就觉得要冲值钱 你就直接就冲 就有点太笨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视频需要变 之前我做的时候 视频四五视频就没有人看 狗都不看 对吧 别啊有人看的 好好好 我其实 打比方 说的都这么意思啊 各位不好意思 所以呢我就觉得 还是要改一改 如果说我们视频 光光就是充值 就是爽 那就贼爽 然后别人要是我 以玩的游戏 以充贼爽 他们肯定是盗版的 我们就举报他们 对吧 全网就只有我这 有这个游戏的更新视频 你知道吗 我就贼爽 好 各位先到这了 我们先下 对